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 云林线KK行动摇烤披萨业者萧从政韩东宋爱 连续第四年利用耶诞节迁系的公休日 到斗南西望工厂夜光天使等弱势团体 现烤披萨给学员及小朋友享用 学员南望披萨的好滋味 看到行动披萨车开进来都高兴的喊披萨哥哥来了 时间一到行动披萨就开来了 希望工厂总干事卓忠信说 岁末年中工作特别忙都忘了有爱心披萨这件事 倒是学员们怀念这好滋味 看到披萨车就认出披萨哥哥萧从政 萧从政与伙伴出动了两台行动摇烤披萨车 总共将烤出近百个披萨 让孩子们都能吃到刚出炉的披萨 特别挑选的口味 让孩子吃了身体不会有负担 学员们大口咬下披萨 满足权写在脸上 萧从政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机会 让弱势团体也能品尝到可口的披萨 感受到他们的心意 萧从政友人南门食品老板 华永哲也送来饮料 两人联手送爱 让希望工厂的学员度过一个满足的中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